平时没学佛,临命忠实遇到善知时,才发行寿三规,是否可以? 一生没学佛,我们在美国的首都,华盛顿DC,遇到了一个例子。 这个人叫周广大,周朝的周,广东的广,大小的大。 周广大,他在那边开了一个面包店,声音也做得不错,特地是癌症。 那么看过很多医生的时候都放弃了,认为他受命活不了多久。 所以家里人都不相信佛了,这个时候才来临时报复局。 家里人就找到我们,那个地方好像是华福佛教会,刚刚成立,没多久,那时候我还是他们的会长。 就找到这个佛教会来了,佛教会有个同修很热心,就去看他,看他以后病实在很重,就劝他求生净土。 这个世间这么苦,有什么好留念的了? 周广大一听得很有道理,他就答应了。 那他一句告诉他的这个太太家人的时候,你们不要求他,你们念佛,念佛帮助我求生净土。 要求全家人帮助他,我们这个学佛会里面也派了几个人,去给他祝念。 祝念的时候,他就告诉大家,他不痛,本来那个病很痛,他说一念佛的时候,就不痛了。 所以很高兴,就跟着大家,三天就往生,往生的时候,有个预想非常好。 这个就是证明啊,一生没有接触佛法了,当然,过去生中修过佛。 要不然临终一劝他念佛,他就接受,就那么欢喜啊,不太可能。 那一般人的时候没有这个善根,他怀疑,他就不接受。 这个一天就接受,而且就不愿意再去找医生治疗,自动放弃治疗,一心求生净土。 所以也是,三天的,那个《弥陶经》上,若一日,若二日,若三日,这就证明啊。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亲自看到的这个例子。